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亮小铃铛 及时接收影片更新提醒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命好的人在这四方面很小气 小气就是指气量小 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拿走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我们身边 我们会奇怪地发现 有些命好的人 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 但是他们却在这四个方面 表现得很小气 第一个方面 对待自己的生活很小气 命好的人 他们对待自己的生活很小气 该下班的时候 他们就下班 不愿意把自己的业余生活 浪费在吃喝玩乐 甚至是一些纸醉鸡迷的生活方式上 即使有人硬要拉着他们 去做一些看似风光的事情 他们也是想当设法的拒绝 这样的人很小气 不肯把自己的业余生活 陪在自己认为不合适的场所 他们只愿意把守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 孝敬父母 陪着爱人和孩子 过着普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 一旦有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就会生气 但是这些人往往家庭和顺 医生顺风顺水 也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肯定 第二个方面 对待自己的时间很小气 命好的人 在对待自己的时间方面也很小气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总是努力工作 似乎不肯浪费工作的时间 总是想方设法的 把属于自己的事情做好 一旦有人邀请他们好好放松 或者偶尔偷懒偷懒 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 或者工作成效 他们就会很生气 也和人紧紧计较 这样的人 看似有些不同情达理 但是这样的人 往往却是单位里 某个领域的行家 理手 这样的人 随着自己阅历和能力的提升 在单位的地位 也会水涨船高 最后 这样的人 往往是单位里 重要岗位的负责人 或者是高薪岗位的带头人 所以 这样对待自己时间小气的人 往往都是命好的人 第三个方面 对待自己的爱人 也很小气 一个命好的人 对待自己的爱人 也很小气 他们会每天 按时回家 好好守着自己的爱人 陪着自己的爱人 看电视 做饭菜 听爱人的叙叙叨叨 一旦有人 对自己的爱人 有非分之想 他们就会挺身而出 去保护自己的爱人 绝不让自己的家庭离散 这样的人 在自己的一生中 他们只把自己丰富的情感 献给自己所爱的人 绝不会无缘无故地 把自己的爱 献给无关的人 其实 他们对情感的吝啬 就是对爱人的忠诚 所以这样的人 夫妻往往能相敬如宾 情色和鸣 相濡以沫 而这 其实 就是一对夫妻的 最好的命运 第四个方面 对待自己的健康 很小气 命好的人 对待自己的健康 很小气 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低 也许简单的粗茶淡饭 他们也会吃得津津有味 在他们的世界里 咸有咸滋味 但有淡味的 所以他们过得知足常乐 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金钱 花在大鱼大肉 或者是一些高档的消费上 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人很节俭 甚至很吝啬 是小气的代言人 但是这样的人 往往也是一个 懂得独自享受生活的人 他们更喜欢用最便宜的消费 来让自己的身体 得到放松和休养 比如读书 比如喝茶 这些看似最为廉价的消费 其实在他们眼里 最是最奢侈的小兽 而这样的人 往往也是最能感悟生命美好的人 是最为好命的人 你是这样小气的好命人吗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 好不好 感谢观看